女星樱桃和前国角李金宇的恋情 在今年8月份就被曝光了 虽然两人至今也没有做出过回应 但是昨天又有余记拍到 樱桃和李金宇以及李金宇的父母一起吃饭 看来他们早就成了底架子了 最近李金宇和樱桃开车来到一家餐厅 素颜的樱桃扎着发脊 穿着一身黑衣 看起来相当的低调朴实 惊奇的是李金宇的爸妈也来了 四人一起走进餐厅 边吃边聊气氛相当愉快 两个多小时后他们走出餐厅 樱桃主动的帮未来公婆打开车门 竟显孝顺的本质 之后他们送爸妈回家后 才一起回到了同居的家中 看来樱桃已经顺利的过了公婆这一关 其实想想看樱桃的恋情变化也够迅速的 今年5月李光杰和樱桃相恋 可没想到短短三个月 俩人就玩完了 接着樱桃就和李金宇扯到了一起 这闪恋闪分再闪恋的节奏 让已经是前任的李光杰也有点招架不住 其实军人出身的樱桃在感情方面 还是挺低调的 2011年爆炸新闻樱桃前夫受审案 让他和圈外人沈俊成的婚事曝光 离婚之后樱桃和李小冉的前男友 孙东海有过一段感情 而孙东海也被认为是烟颇被砍案的背后主使 不过和富豪男友的这段情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怎么说呢 让我可以在一个相对单纯和简单的环境下去生活 作为昔日驰骋甲A中超的国足前锋 李金宇2011年退役开始便从事教练工作 现在的他明显发福 脸庞也变圆了 女明星大都挺小 是的 这位前国角非常偏爱女明星 和女演员孙宁还有过一段情 2004年李金宇公开恋情 几次在求新的聚会上带着孙宁出席 之后他们还购置房产准备结婚 只可惜孙宁最后竟然嫁给了王学斌 这让当时有意迎娶孙宁的李金宇 经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空白 直到今年的8月 有人终于发现李金宇和樱桃同居了 你瞧 当时的李金宇出现在樱桃的小区门口 似乎是出去买午饭 看他身穿黑色T恤 蓝色短裤 明显的家居服 可见同居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如今两人再度被拍和父母共进晚餐 看来真是好事将近了